好 黑心油蔓延全台灣 那么传出来最新中标的是 幸福企业 王品集团 台湾第一幸福品牌 王品 破功了 事实上从9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旗下的慢咖啡 已经使用是强灌的搜水油 已经先爆发了 那么到10月8号的时候 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承认的 他们说他们并没有使用问题油品 但是隔一天 也拖了一天 躲了一天 卫生局就证实 王品旗下的四个品牌 通通使用的是正义猪油 包括日本料理 王品牛排 陶瓣屋 还有稀提 所以小梁怎么样 你今天传来2号 中午才吃了王品牛排 这个几个小时前 我才去吃了王品旗下的一家牛排餐厅的牛排 那我那时候心态是这样想的 我想说我手上刚好有这个折价券 然后我餐厅也订了今天10月10号嘛 毕竟餐厅大部分没订都是满的 而且说我就跟学弟约好去吃饭这样 小梁你好怪哦 你早上没看报纸吗 所以我就秀秀印证了这张图啊 消费者的心态嘛 他不要让费钱 你那个嘴架 小梁你那个嘴架 你那个嘴架 你嘴架 嘴架 你嘴架 你嘴架 小梁故事还没讲完 到底你吃了一道什么样 这是小梁的错 告诉我们你吃了什么 就是一般牛排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对 几个同学呢 几个同学呢 两个 两个同学而已 对 我有降低伤害吗 这个算是 这叫降低伤害 降低什么伤害 就是增加风险 这有风险吗 这有风险吗 是军汤风险 对对对 那你应该多少几个同学跟你一起吃 其实我们是大家吃同一块 怎么会是军汤 对啊 其实你还好啦 因为牛排本身自己也有油啦 所以他用的油量不大 我一直讲过重点是 烘焙叶子里面用的油比较可怕啦 那个面包 你讲我好爱吃啊 是啊 我还吃了 小梁你吃那个 套餐有面包啊 有面包 套餐有面包 重点是他们油肉多了 你觉得他们肉了 分散风险吗 所以我就这个消费者的心情啊 我觉得台湾的消费者真的要警觉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餐厅很漂亮 灯光美气氛家 然后给我折价券 那我就会来 然后名人推销 这样就好了 但你不知道 他营造灯光美气氛家 他的成本 我再举个例子 这个我署名 鼎王 鼎王是不是就是那个麻辣锅 灯光美气氛家 然后他你吃完以后 鸭血跟汤还给你打包回去 大家都是高兴 应该也有人去吃嘛 你也有去吃嘛 你讲完就中枪 那时候他报道说 哇这个汤头 不是天然的 没关系 他隔天三天降价 我马上又去吃了 对啊 是温宇冲或者是 你还是去给你玩 对不对 像这些大厂的这些 这些老板啦 商人 其实他们其实抓紧了消费者心态就好了 你看这些戴胜意 出来说了什么 一句遗憾就带过 戴胜意平常是什么形象 每天在演讲 然后穿了一个牛仔裤 然后到处讲他的行销 人生哲学 讲了好像什么事情就要敢冲敢拼 就今天事情出来的时候 你装龟身子 龟缩 我的员工 要怎么样有向心力 是啊 就是你当到店长 你就可以入股了 最高的店长一年可以赚 三百多万啊 大家都挤着要进 所以刚哥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事情老讲 我也不觉得错在你 因为你勿用到别人的油 因为这个是厂商的责任 你赶快承认 然后撇清哪一些东西 像昨天阿基斯 我今天用这些油 做的东西 我直接就丢掉 我丢给你看 我不可能再使用 对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要的是 你勇于面对的勇气 你就认错吧 有这么难吗 我老实说你在那 引力归缩有什么意义呢 对 这样难道我对影响会变得比较好吗 而且你知道 我觉得我们的外部部更好笑 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引力的话 引力结果 我到最高 你知道还特别讲发新闻了 最高可以发三百万 三百万对王彬来讲 算什么啊 根本没有这个不透不扬啊 我觉得 那个不是衛福部 立法院立法院贵了 最高你引力 只拔三百万 应该是无上限 那样一倒嘛 其实说真的 你看一间企业 花越多的钱在做公关 幸福企业 你就知道还一定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他只需要 把他的形象弄得好好的 他胜的对头cost down 他节省他的成本 他省拿两种成本 除了我们吃进去的 再来就是他的员工 所以什么幸福企业 对我来讲 我认识在王瓶工作 那都是血汗企业 所以一则如果我用一锅天然的汤 跟王瓶的化学 假设是化学 没有 志杰姐你煮我就吃了 这不用多讲 你煮我就吃了 冲了一些句话 所以大家要去 对我们现在要努力去找一些 真的有良心的企业 然后让他有生意 那这样就会形成善的循环 同时我们要不断地 痛骂这些蓝绿政客 而且我觉得在法规上 我们还要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因为太多时候企业 它使用至于人民 但是它没有回馈到人民身上 它反而是在践踏人民 你就要立法规范社会责任 他回馈啊 他回馈给政府的官员 那是假的 回馈给政客啊 政治现金啊 只是那些官员忘记分给我们 你看啊 鼎欣出了那个包之后 同业绿素之后 他拿到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台湾之星4G的执照 另外一个是拿到中加系统台的 这么大的东西 都是NCC给他 可是NCC其实是政府管不到 NCC是委员制 所以我们谁可以来制衡NCC呢 怎么办呢 几乎没有人 没有机制 他最大的他跟法官一样啊 他把这么重要的给一个企业形象 在社会上形象这么差的企业 就给他更大的权利 以后媒体大部分 我觉得大家还是给检调加油打气啦 因为检调他真的是台湾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只要有那个兴趣办他们的话 台湾才会有救 其实检调不是台湾最后一个防线 检调只是负责抓人 最后判的是法官 是啦 媒体是台湾最后的防线 其实检调常常很悲哀的就是 我好不容易把证据受理取决 我把人抓过去 结果他轻判说根本无罪释放 台湾那个法官有没有拿钱 有没有拿钱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拿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官本身 是不是有问题的嘛 但是问题现在我们台湾的法官 没有退场机制 但是这是因为我们整个法制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研究 怎么样让不私人的法官退场 他就整个有保障条款嘛 对啊 他怎么判怎么判都没关系 本来是为了要司法独立 我们给法官所有的独立的空间 甚至法条你还可以自由新政 可是自由新政到最后没有人管他 他现在是台湾的王 他怎么判都没有办法 所以先会你看这次周强蒙检察官 你知道他从小看他妈妈卖猪肉 所以他很知道 他办这案子他得心应手 所以他说你知道吗 那个新好的老板对不对 他说他在line里面 跟他的一个同伙讲说 这一关过了我就翻身了 结果这个周强蒙检察官怎么跟他讲 你知道吗 他说我就是让你不能翻身 这个检察官这么有道德勇气 可是就像韩冰刚刚讲的 到了法官的手上 会是如何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全台湾民众的悲哀 怎么越讲越沉重 稍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